新突破 陈思成抛弃偶像 饰演变态男 人人玩突破 财子家帅哥的陈思成也终于耐不住寂寞 昨天犯罪悬疑电影制服在北京举行首映室 片中饰演反派人物的陈思成成为发布的亮点 在戏里陈思成饰演一名变态杀手 而他出色的表现让擅长同类角色的人大华都自愧不如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告诉你 我看完之后的演得非常好 我发现了 发现了 我以前连那么多的变态戏 都没有谈这个演奏 能够获得杀手前辈的如此称赞 看来这次陈思成真的是很变态呀 而一向以偶像自居的他居然肯颠覆形象出演变态杀手 也实在让小编大感意外 要知道以前他可一直给人一种极度自恋的赶脚 而更让小编吃惊的是这个角色 竟然是陈思成主动要求出演的 大家去门给我看的时候 我说我要演我就直演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触碰 有一些人他把坏事干在生活里 那其实我们也一样 我们需要演戏 但演员最好的演奏是 他是角色的演奏 其实形象神马都是浮云 能叫人眼前一亮并森森地记在心里 才是挑选举手的网道 看来陈思成早就悟出了这个真理 只不过在看完这样的角色后 没有同力呀 会不会有心理隐隐呢 没有 我没有太了解 其实有得了解 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小编点评 原来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变态杀手哦 我也要